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553集 这声哨响很轻 就像是牧者在赶骆驼一般 没有引起胡歌方面人的注意 胡歌发现范贤将酒碗重新放回桌子上 心头微鳞 以为对方还有什么条件 按道庆人果然狡诈 总是喜欢狮子大开口 不料范贤看着他 说道 你带的人有没有问题 胡歌面色微凝 明白铺子外面出现了问题 摇头说道 都是族中流散各地的儿郎 绝对没有问题 他只得事情紧迫 一面说着 一面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逃离 如果让定州城 君政二辅知晓他在城中 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捉拿他 双方这几年间厮杀惨烈 如果能够拿住左贤王仗下的第一高手 定州城会乐得笑出花来 范贤看着他的动作 却没有起身 低头轻声说道 还在街外 包围圈没有行程 你从屋后走 我替你拖一阵子 胡歌看着他 心情有些怪异 他今日冒险前来定州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与自己接头的 居然是庆国监察院的范提斯 这样一位尊贵的人物 但正因为是范贤亲自出马 胡歌才对对方投入了更多的信任 这对对方将来的合作是极有好处的 不送 范贤端起酒碗 说道 一路小心 改日再会 胡歌重重地点了点头 结果木风儿递过来的一个重重的包裹 手指伸入唇中打了个呼哨 一间不连 便沿着土洞 向羊肉铺子的后方钻了进去 与此同时羊肉铺子外面 一些不起眼的胡商或者伙计 也在同一时间之内 混入了人群之中 他们习惯了四处藏匿 毕竟不足被图数年 他们想富足 总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 木风儿看着低头饮酒的范贤 知道大人在担心什么 说道 报警的早 顶州方面 捉不住他 范贤点点头 便在此时 那几名半座中原商人的监察院下属 匆匆赶了进来 复命道 西大营的校尉已经进了土街 马上就到 木风儿看了范贤一眼 意思是 看要不要这时候撤 范贤摇了摇头 既然被定州军方面盯住了自己一行人 那么先前留在土墙外的车队 也被对方控制了 他们三人来到羊肉铺子 身后却是留了几名六处的下属 远远坠着 为的就是防止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此时既然双方碰上 再撤就没有必要了 而且为了胡歌一行人的安全 范贤必须要把这些 捉拿奸细的庆国军队 拖上一段时间 对方如果不下重手 我们就不要动 范贤喝了一口酒水 对下属们说道 木风儿与那几名监察院官员 护视一眼 点了点头 便在这时候 只听得羊肉铺子外面 一片操乱之声 马蹄静心响起 不知道有多少人冲了过去 将这铺子前后包围 隐约听到一名官员在高声呼喊 好像是发现了已经有目标 从羊肉铺子中离开 范贤的眉头一皱 觉得十分麻烦 从土炕上站了起来 反身从臀下拉开了一道 梁鞋上的竹片 走出了铺子之外 铺子外一片杀气腾腾 足足有两百名定州军 将这个铺子团团围住 手中长枪对准了 从铺子里边走出来的这几个人 枪尖寒芒乱射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 把这几名中原商人 扎成肉泥 而在包围圈之外 则是那些安分守己的良民商人 好奇而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不知道大将军府上的人 为什么会动用如此大的阵仗 对付这样几名商人 有聪明的已经猜到了 这几名商人的身份 只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呀 不能让任何人 因为自己的存在 而怀疑到逃走的胡歌 这是范贤先前所下命令 这个隐藏的真实意思 这个监察院 藏在西湖中的钉子太多 以至于范贤连谁都不敢相信 更何况是被这么多人看着 一名士兵凑得那名校官的耳边 说了几句什么 校官的眼睛亮了起来 想必是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看着范贤一行人 喊声说道 来人哪 给我拿下这些奸细 范贤一看那个士兵的脸 认出对方是东门守城的士兵 正是此人审核了自己 一行人入城的文书 马上便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不由无奈地笑了笑 看了沐风儿一眼 沐风儿知道是自己的细节处理上 出现了漏洞 引起了定州方面的怀疑 心里极为恼火 又害怕惹得大人动怒 脸色愈发的难看 就在无数只长枪的包围之中 冷着脸看着那名校官 那眼神就像是准备过会儿啊 就端完水来 把对方是给生吞了 那名校官呢 却不知道这几名商人的心理活动 看着对方脸色一丝也不畏惧 越发确定这几名商人有古怪 一面准备发号施令 派出一部分下属继续去捉拿逃出去的人 一面催着马儿来到商人们的面前 不能让定州军追到胡歌 樊贤皱了皱眉头 慕风儿得令 眼中寒芒一线 脚下一层 黄沙三线 整个人已经像是条灰影一样翻了起来 手掌在码头上一按 袖中短刀急出 便要制住那名行事急不小心的校官 谁知道那名校官 竟然敢单马淋于众人之前 对自己的身手自然是极有信心 斗剑一变 却是丝毫不惊 单手踢起刀鞘 拍向了慕风儿的手腕 右手离江 直探慕风儿的咽喉 出手好不干净利落 竟是地地道道的业家亲拿功夫 那名校官的武艺果然高强 但他只是认为这几名商人可能是奸细 根本想不到对方的真实身份 不免有些轻敌 他挡住了慕风儿 却挡不住几乎与慕风儿同时腾起的几个黑影 只听得嗤嗤树声 几个影子同时驾临在这名校官所骑的马匹之上 捉手的捉手 恶猴的恶猴 六处的箭手刺客 抱起出手 即便是范贤都有些忌惮 更何况是这位定州城内不起眼的军人呢 一声哀鸣 那匹马忽然间发现自己的背上站了四个人 哪里还称单得住啊 前蹄一软便倒了下来 一片烟尘起 定州军士兵大惊 眼睁睁看着自家的头领 就这样被那几名奸细轻轻松松地捉住了 慕风儿一把拿过那名校官的刀鞘 将手中的短刀横在对方的脖子上 对着四周冲过来的定州军高喊道 不怕死的就过来 那名校官脸色煞白 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挡不住这些奸细们的一招 咬牙对着下属们吼道 把这些人都抓住 他此时已经相信 这些人不只是奸细 而且是很厉害的奸细 为了定州城的安危 怎么会在乎自己的生死啊 他不在乎 但嫌在乎呀 如果真的爆发了冲突 定州军固然是留不下自己这几个人 但日后怎么向朝廷交代啊 我们不是奸细 范贤走上前来 看着众人 温和说道 我们只是商人 此时被这么一扰 这名将官追击的命令 没来得及发出去 胡歌一行人应该已经安全逃离了包围圈 范贤的心绪也稳定了许多 是一手下诛人放下手中的兵刃 对着这名勇敢的校尉 微笑说道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位军爷 手下都是些鲁莽人 惊着您了 这种说辞 自然没有人相信 再鲁莽的江湖人 也不敢对朝廷的军队出手啊 校官摸了摸自己发紧的喉咙 发现自己仍然被这些奸细包围在内 看着领头的范贤 狠狠地说道 哼 看你们还能往哪里逃 不逃 我们真的只是商人 先前有些反应过度罢了 说完这句话 范贤自己都忍不住想哭 胡哥呀 胡哥 小爷为了你可是真惹了不少麻烦 是吗 你们是哪家的商人 校官阴沉地看着反显 似乎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安慰 而外围的定州军士兵 不知道这边在说些什么 只是去急报大将军府 同时布置着四周的包围事宜 自然没有人再去理会 可能从铺子后方逃走的人 岭南雄家 慕风儿开口 既然是商人 跟我回府 接受检查 校官牙齿都快咬碎了 大怒厚道 不然 登场格杀勿论 在他看来 这些奸细们 只怕马上就要着手突围了 只是被他们控制着自己 那些属下动手多有不便 但无论如何 自己提出这些商人 跟自己回大将军府 接受审查 对方肯定是不接受的 但是没有料到 那名年轻的俊俏商人 略意私存之后 点了点头 说道 好 我们本是守法商人 当然愿意替自己说个明白 校官的眉头皱了起来 不知道这些奸细心中 究竟在想些什么 难道他们不知道 一旦被抓住之后 迎接他们的就是 无穷无尽的毒打和审问吗 不过对方既然糊涂 愚蠢到了此等地步 校官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自负双手 他望着 他望着范贤大声吼道 范贤这个商人 很乖巧 嗯 真的很乖 甚至比在皇帝老子面前还要乖 乖乖地让那些定州军的士兵们 绑成了粽子 而且尖头 还是被一名士兵重重地打了一下 真有些疼 他手下的监察院官员呢 也很老实 乖乖地束手就擒 没有意思挣扎 反而让那些定州军的士兵 有些想不明白 当然了 因为这几个商人模样的奸细 曾经一招制住顶头上司 这些士兵们也没有客气 一边捆 一边呢 暗中失了些重手 范贤站在那名校官 的身边 求情说道 不要打人吗 校官瞪了他一眼 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个奸细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胆量 当街反抗还是小事 此时竟然还能够如此平静地 和自己说话 铺子里 还有个人被我们迷倒了 你可别忘了 一并带回去啊 此时的范贤 更像是一个定州军的参谋 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 你就等着想死都死不成吧 他盯着范贤的眼睛 阴狠地说道 范贤也不生气 苦笑着说道 我带进城的几名商人 想必也被大人捉了吧 还请大人发句话 不要动刑 校官嘲讽 看了他一眼 心想 自己见过的奸细 无数 像这般幼稚可笑的人 还是头一个 范贤看着他认真地说道 我们先前没有杀你 你就还我们一个情分又如何 校官越来越糊涂了 心底深处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心想 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呢 却是下意识里止住了下属们 对那些奸细的殴打 定州城内出了大事 又抓获了一批奸细 虽然奸细年年有 跃跃新 但今天在羊肉铺子抓的奸细 却是与众不同 一来 他们是自中原腹地而来 不知是想与西湖 做私言生意 还是有更大的谋算 而来呢 这些奸细很明显 透着份古怪 定州军上层 更是对这批奸细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们一直不大赞同 朝廷与监察院的定断 他们认为 西湖王帐处 并没有一个神异般的军师存在 这几年 湖人之所以如此厉害 全是因为朝廷内部 有人与对方勾结 并且向对方提供了 大笔的支援 而这些来自江南 经由京都的商人奸细 似乎更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 姿势体大 所以尚未来得及对这些奸细 用行审问 如今定州城内军方的统帅 便赶在总督府伸手之前 命令把奸细押回到大将军府 抢攻这种事情啊 不论是前线还是后方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那名校官押着范贤一行人 入了大将军府 发现今日竟是由大将军亲自审问 不由心生喜意 按想 今天虽然出了些小丑 但抓住了这些重要人物 应该还是功大于过 还没来得及问 上方坐着的大将军 压齿磨得咯咯之响 那还等什么 先把他们的腿打断 再打上三十大板 然后方可问话 唐下定州军将士齐声发喊 便准备动手 那名大将军吐了一口唾沫 骂道 干他娘的 既然当着本将军的面也不贵 还挺硬气 什么狗屁岭南雄家 就算你是下明记的人 本将军照打不误 朝野军方都清楚 下明记是范提斯的家产 这个世上敢不卖范贤面子的人 基本上不存在 而古怪的是 这名大将军说话的语气 却不像是在吹牛 范贤苦着脸抬起头来 看着那名满脸大胡子的 习生大将军 心想这小子 怎么长得如此难看呢 看了口气 说道 打是打不得的 西征大营 御丰大将军李洪诚 正在愤愤不平地喝着烈酒 心想 这些王八蛋 胡人 怎么总不让自己轻松些呢 忽然听到这句话 下意识往堂下看去 不料却看到了一张有些熟悉的脸 那张脸上的五官有些变化 但毛子里的醋侠之意啊 却是如当年一般浓烈 大将军李洪诚 愣在了堂上 呆立半赏 然后一口酒就喷了住来 喷了那名亲信校官一脸一身 那名校官抹去了脸上的酒水 傻乎乎地看着大将军 不知道大将军因何动怒 难道是因为自己先前在街上 丢了大将军这个脸面吗 所以大将军用这种烈酒喷脸的招式 表达对自己的强烈鄙视吗 大将军李洪诚 却是看都没有看那名亲信一眼 傻乎乎地看着堂下范贤 乔装的商人 张了张嘴 用食指着下面 快速点动 却是没有说出话来 范贤看了他一眼 瞇了瞇眼睛 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 李洪诚极快速地压住心头的震惊 咳了两声 清了清嗓子 看了看四周的部署 说道 都给我下去 整理一下卷宗 待会儿总督府来抢人 你们给我死命拦着 诺 那些压介 奸细入府的军士们 领命而出 但那名校官及几名将军府上的亲信文书 却没有退出去 将军 不审了 那名校官擦干脸上的酒水 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上司 李洪诚大怒 说道 审个屁啊 又不能打 怎么审 不能打 难道先前这名奸细所说的话 真的是 说服了大将军吗 那名校官像个痴呆一样 看着李洪诚 半赏反应 不过来 觉得人生 似乎太荒谬了一些 等到政府安静了许多 也不见范贤如何使力 只见附在他双臂上的 牛筋绳子 寸寸断裂 脱落在地 那四名大将军府的亲信 瞪圆了双眼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心想这个人是何方的高手啊 对于人生的那个荒谬 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这可是军方特制的牛筋绳 足以捆住一个九品高手 怎么却被此人 如此轻易地挣脱呢 他们哪里知道啊 范贤体内的霸道真气 已至顶峰 加之这种真气的特异属性 一旦全力施展出来 真可谓是 无坚不摧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